聽故事怎麼這麼好 想不想聽精彩的故事 聽起來不大小你們沒有吃早餐 所以聽起來只有30% 你們想聽故事嗎 想 這次精神十足 待會聽故事的時候 要拿出這種精神來聽故事 那姐姐說的好笑的事情要笑喔 姐姐說到很精彩的時候 你更要注意聽喔 你要記得 你來聽故事好好坐在台下 姐姐要講故事要站在台上 其實姐姐是第一跟你們講故事 很緊張 那你們 很可愛的看著姐姐 而且露出白白的牙齒 姐姐現在心裡很害怕 很害怕你把它吃了 牙齒都露出來 所以你要笑笑的 你不可以這樣一直看著 然後也要主動作 姐姐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這樣會把姐姐下苦了 然後你要記得給姐姐鼓勵喔 姐姐說完故事 你要做什麼事 我都沒有 這位家庭 要很大聲的拍手 這樣姐姐下次才會 趕快幫你們說故事 去你們班上說故事跟問題 不然姐姐姐會很受傷 很害怕 很害怕 一年級的小朋友好可怕喔 你有沒有可怕 沒有 沒有 你們只愛得多了耶 有 你 這個可怕的小孩請 幫幫老師抓去關起來 好 有沒有可怕你們 沒有 有的要關起來喔 我請這個 有 那個男老師幫他們關起來 好 要可愛 然後要認真聽 下次才有機會 可以再聽或是摸 那 姐姐準備了很久 待會兒姐姐在講話的時候 你們要給他多鼓勵一點 然後記得多鼓掌 他跟他笑一個 可以做得到嗎 可以 聽起來都不可以 聽起來都覺得 應該做不到 可以嗎 可以 那 準備好聽或是摸嗎 準備好 那老師 就把 這段時間 交給姐姐囉 來 我們來歡迎 Fank的姐姐齁 好 大家好 我是艾妮姐姐 我是糖果姐姐 我是摩托姐姐 今天 艾妮姐姐要為你們 帶來一個有趣的故事 讓我們一起享受歡迎她 好 老師 各位一點點擊的弟弟妹妹們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大家還記得我是誰嗎 我 我 我就是 來自 童話故事裡的 安娜姐姐 今天 我要為大家帶來個非常好的故事 她叫做 誰是第一名 有一個小朋友 她長大餅 她非常會畫畫 她參加過很多的比賽 得了很多的獎狀 所以讓她說 我是世界上最會畫作的小孩 大家都沒有一件 可是 有一件事 大家非常有一件 就是 大餅既然會亂改其他小朋友的話 大家雖然不喜歡 但是都不敢說 因為 他們得了第一名 比較多 小朋友 如果你的畫畫被別人亂改 會有什麼心情呢 好 錯 對 很傷心 對 會不會很傷心 看嗎 還會有什麼心情 好 好 這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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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還有一天 大餅收到一封信 邀請她 選他 可以再一個畫畫比賽的名勝 比赛场应该好面好圆的地方 卡币上下 如果有一个人画了一个红色屋里的房子 黄色的巴 绿色的树 还有一个又大又圆的好太阳 我就一定会变他第一名 小朋友你觉得第一名的话一定要学的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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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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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的場地 終於到了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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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比賽者貓頭鷹 還有其他的參賽者 小朋友這個圖上有看到什麼動物 大陸見到比賽場地 我們是一位參賽者 大陸見到比賽場地 一個大陸的比賽場地 最多的比賽場地 我們是一位參賽者 最會的比賽場地 一位參賽者 然後大兵見到了其他的評審 他們都是從畫面走出來的喔 這一個是從大喊這幅畫走出來的 這一個是從畢章的 這一個是從市場走出來的 比賽開始了 在那邊好心飯很好期待 他覺得今天一定會看到很多 又大又大的紅太陽 小狗畫的一幅畫 體肤是在太陽下更好的我 小朋友覺得這幅畫上少了什麼顏色 是在太陽下更好的 會兒 在太陽下 紅太陽花 在太陽下 在太陽下 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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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小黃色 你快做了 太陽是紅色的 大海 小狗看起來很不高興 我是紅綠色嗎 我不知道紅色和綠色是什麼 蜻蜓畫了一幅畫 蜻蜓是 我的家 好朋友 你覺得這幅畫是在畫什麼東西呢 紅色 對 樹 蜆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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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 這麼一點一點的 大筆蜆 蜆蜓講 蜆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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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同画的艺术画 平时我最喜欢的花 小朋友,请问这是什么花呢? 向日回 这一次大鱼还没开口 蜜蜂就先说 你应该知道我有五千个眼睛吧 大鱼不知道 但他还是说 我当然知道 鱼画了一幅画 屏幕是我家旁边的公园 蚂蚁画了一幅画 屏幕是我的家 毛毛球也画了一幅画 屏幕是美丽的花 小朋友 你觉得这些画中 哪一个人是第一名? 哪一个 看完了所有的画 大鱼终于明白了 虽然 不是画他最喜欢的红菜呀 但是 每个人都画出自己觉得最美丽的图画了 所以他大声的宣布 这一次每个人都是第一名 大家都开心的笑了 而且笑了很久 大家都开心的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从此以后 虽然 达米还是喜欢红太阳 但是 他不会再乱改其他小朋友 色了 因为他知道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 画画世界呢 小心喔 今天安妮姐姐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 下一次 我还会为大家带来更有趣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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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大声的故事 虽然故事不是我讲的 但是我很喜欢听到掌声喔 那我刚才有讲我是谁 那我刚才有讲我是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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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